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五一小长假前夕 中共隆重纪念了五四运动100周年 北京在大会上表示五四是爱国主义 当代中国说爱国主义本质就是爱国爱党 并且还说一个人不爱国是很丢脸的 在世界上也没有立足之地 另外北京还呼吁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像绕口令一样 口号式的讲话让会场的学生们感觉是胃痛脚腊 我们通过央视画面可以看到 会场上的那些学生什么姿势都有 有的在挖鼻孔 有的在张嘴打哈欠 有的是焦头接耳 有的干脆睡了 不听那一套 从反应来看 学生们对北京的讲话根本不感兴趣 甚至有些不耐烦 朱家世认为 北京的讲话是老调重谈 没什么心意 一场被历史学者风薛荣称为胡闹的五四运动 经过北京重新包装成了爱国主义运动 但是北京对一个月后六四这个纪念日却讳莫如深 只字不提 有分析认为 北京这么做就是因为六四的阴影太重 纪念五四实际是中共给自己压惊 大家知道 五四六四两个纪念日就差一个月 但北京对六四绝口不提 法广的文章表示 北京要以史为见 以史为师 强调四个自信 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复自信呢 是不是不自信的因素太重了呢 众所周知 五四的起因就是反对政府 与日本签订这个21条 3000多名学生发起游行抗议 这是学生批评政府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通过这件事就可以看到 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更不等于爱党 而八九六四事件 同样是一场学生运动 但是中共却表现出了极度的穷残 面对着要求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学生们 中共抠动了班机 大开杀戒 多访消息证实 中共屠杀了一万多名大学生和民众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表示 两起学生运动都与北京的四个自信 七个不讲 有着天然的抵触 六四事件以后 中共纪念五四刻意掩盖学生运动的因素 就是害怕民众把五四和六四给联系起来 就好像中共大张旗鼓地纪念他的祖师野马克思 却害怕年轻人拿起马克思作为斗争的武器 中共就这么怪异 今天的大学校园 哪个老师如果讲这些 那肯定遇到麻烦 大家知道 随着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的逼近 北京当局现在已经是草木皆兵 但是越紧张它越出事 前两天 跟华为有合作的莱卡相机 有一段广告片 片中出现了当年六四镇压时的画面 有一位中国青年独身阻挡中共的坦克 这个画面就是中共镇压学生的一个铁证 也是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每年临近六四 那全球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 全球寻找坦克人 而如今这个画面在网络上热传 那把中共给吓得够呛 更有意思的是 围绕坦克人 抖音也出现了向坦克人致敬的影片 前两天 一个身穿白衣黑裤的男子 手提着两个塑料袋 站在了北京军博的坦克前 这个神似八九六四坦克人的一幕 被拍成的短视频上传了网络 估计中共又被吓得不轻 北京的紧张程度 掉一根针在地上都可能吓一跳 恐惧已经到了极点 那按说这么恐惧你就老老实实的吧 年头往前走也没什么 可是北京偏偏这个时候高调纪念五四 拿出这把双刃剑来耍 纪念五四中共当然是想让学生和青年一大爱党 因为中共一直在有意混淆党和国家的概念 向人们灌输爱党就是爱国 可是法广指出 青年学生能听得进去吗 还要一直相信下去 这个可真不容易 现在网络交流频繁 不少青年意识到爱国与爱党不是一回事 另外爱党能当饭吃吗 现在的中国大陆 大家知道经济严重放缓 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 其中大学生找工作的问题 就是相当严峻的事情 光是今年就有830万高校毕业生 我们知道很多家庭都是用一生的积蓄 供孩子上大学 为的就是将来找一个好点的工作 但这些学生 他们却面临着一个窘境 毕业就失业 北京虽然不提六四 但那些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 他们会老老实实去听党话跟党走吗 纪念五四 就不怕唤醒这些睡意正浓的学生们吗 说起来好笑 但这的确反映出当局的恐惧 时事评连蓝述表示 六四就是中共欠下的一笔血债迟早要还 几乎每一年临近六四 中共都是战战兢兢的过日子 生怕发生意外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 所以海内外都有不少 要为六四平反的这样的声音 这就更加剧了中共的紧张程度 蓝述指出 中共提前纪念五四 并且反复强调爱国 把爱国和爱党绑架在一起 实际就是中共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了 这么做就是走夜道吹口哨 给自己壮胆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